高雄旗津因為先前的新冠肺炎群聚 有出現確診者足跡 觀光的人潮只剩下一成 而店家期待是否可以發行旗津券來振興觀光 而市長陳其邁也回應 強調旗津已經很安全了 會在三月中推出振興方案 熱鬧的高雄旗津海鮮街 許多店家都沒開門 有些店直接公告說長假 因為就算開門也沒顧客 攤販本來有兩百多家在路上 那平常甚至是禮拜六 只剩六家七家在做 當地商圈發展協會統計 旗津有兩百多家店願意開門營業的不到一半 因為農曆年前新冠肺炎群聚感染 旗津許多確診者足跡 也擴大社區篩檢 連帶時的觀光客不願上門 店家損失慘重 跟往年相比業績剩一成 希望市府推振興方案 像是限定在旗津才能使用的旗津券 等方式帶動地方經濟 游客說如果推旗津券 的確會增加到訪議院 不過也有店家認為 振興券不是唯一辦法 主要要讓觀光客相信旗津是安全的 才有人潮 市長陳其邁宣布因應旗津區埔塞 無薪確診 修造船廠篩檢也都因信 社區情況安全解除加嚴管制措施 並預計三月中推出振興方案 記者網上陳顯坤高雄報導